这个男人兴冲冲的来到婚房 迫不及待将新娘奉宽取下 就在他回头之际 新娘却只剩下了一具无头的身子端坐床上 男人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 躲门而逃 今天给大家带来少事老电影 摄亲鬼 老高身强体壮 一表人才 但是却好事懒坐 不愿出力 整日里无所事事四处闲逛 幸亏家中有一个温柔善良的妻子 每日拖着虚弱的身体 不辞辛苦的为人洗衣 支撑着这个家 他的妻妹心疼姐姐 于是经常来帮姐姐干活 只是对游手好闲的姐夫一度的怨言 这让老高心生恨意 一天老高正在城外山上闲逛 突然远远的看到一个歹人 正在抢夺他人财物 老高于是立刻上前制止 歹人眼看老高人高马大不是对手 立刻扔下抢来的包袱留着大吉 不幸的是被抢之人此时已经没了性命 看着地上的包袱 老高顿时起了贪念 立刻将一众钱财装入怀中 就在这时 一声女人的惨叫自另一边传来 老高寻声望去 正看得一伙歹徒正拦着一年轻女子 欲行不轨 老高虽是一个混混 但还是有一定的正义感 于是立刻飞奔上前 三下两下便将一伙歹人打跑 年轻女子是城里崔大户的千金 今天和奶妈来庙里上香 不想却遇到歹徒 信得老高仗义相救 随后老高就将他们送回了崔府 崔老爷得知此事 对老高的仗义出手甚至感激 连连道歉 并承诺一定向城中太守推荐 加以重用 以报答他对女儿的救命之恩 送走老高 崔老爷又犯起仇来 这女儿被歹徒欺负 要是船将出去 这一辈子也别想嫁出去了 女儿一听顿时痛哭不止 此时奶妈却心生一计 向崔老爷说道 今天这件事只有老高知道 可见他和小姐有缘 不如顺水推舟 将小姐许配给他 岂不是两全其美 崔老爷一听顿时大喜 立刻就让奶妈去请老高 有手好险的老高在山中闲逛 巧遇崔小姐遇难 随即仗义相救 并将他送回家中 而另一边 老高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这时一先锋道骨的老道迎面走来 对着老高善下打量一番 立刻身世一礼后转身离去 这让老高一头雾水 连忙追上老道想问明原因 老道此时却说道 阁下心比天高 骨骼奇特 十分少见 当然要拜 不过阁下必须明悟 善恶之道方程大事 如果以后你有任何疑难之事 可到城外万天岭苦水冠来找我 老道是走后不久 奶妈也追上了老高 并将他请回了崔府 崔老爷没有拐弯抹角 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要把女儿许配给老高 老高一听自是高兴无比 可转念一想 自己已是成家之人 家中还有妻事 不由的泛起难来 可崔老爷却丝毫不在意 进盘敲侧击的提醒老高 你妻子身染重病 你难道真的愿意陪他一辈子 随后竟有歹毒的说道 你英明能干 还对付不了一个残病的女人 老高一听不由沉默起来 此时 崔老爷眼见时机成熟 立刻让人端上一盘黄金 顿时看到老高双眼反光 心中不由的下定了决心 老高没想到 这一天之内就碰到了三件好事 财气 运气 桃花 通通来着 暗暗寻思 这是时来运转了 另一边 城中太守骑马来到大街之上 不经意间 看到老高的妻妹从身边路过 不由的被她的美貌吸引 顿时心生歹意 手下立刻心理神会 找到老高说明来意 老高正想攀附太守 没有多想 就向妻妹哄骗交给了太守手下 可是让她想不到的是 妻妹外出做生意的未婚夫 却此时回到家中 当她得知妻妹身陷险境 并立刻气愤无比前去寻找 不想这老高为了虔诚 竟然歹毒的诬陷她 就是那日城外劫财的歹人 妻妹未婚夫最终含冤入狱 多行不义必招鬼 崔老爷为感谢老高仗义搭救 遇难了女儿 于是决定将女儿取配给她 为了荣华富贵 老高决定对家中妻子下手 夜晚老高就在噩梦中惊醒 于是心神不宁的来到院中 此时他又想起崔远外的话 终于下定决心 于是立刻转身回到屋中 向正在熟睡的妻子 伸出了罪恶的双手 可就在最后时刻 睡梦中的妻子好像感应到了什么 竟然流出了伤心的泪水 老高一看顿时心软 毕竟是同传多年的妻子 杀心逆时熄灭 可歹毒的崔老爷得知此事 却气氛异常 大骂老高是妇人之心 你下不去手 那只有帮你了 随即就吩咐奶妈 给老高妻子送去了一包 混入毒药的补药 谎称是为了报答老高的救女之恩 妻子不知其中有诈 随后便毫无戒心的将药煎好喝下 不想顿时毒发 不一会儿就脸色发青 双眼流血 大片的头发脱落 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痛苦不已 而散尽天良的老高 却在一旁冷眼相看 就在这时 经常给妻子看遍了郎中路过 听到惨叫声来到屋中查看 戏查之下 立刻断定补药有毒 于是打算回去寻找解毒丹药 不成小 一旁的老高恐怕走漏风声 竟然反手一见 立刻就送郎中炼了盒饭 这时妻子痛苦的 自屋中爬出求救 没想到老高此时已经人性泯灭 对妻子也痛下杀手 解除了后顾之忧的老高 终于迎娶了年轻貌美的崔小姐 可多行不易必自逼 随后怪事就发生了 就在崔小姐转头之际 没想竟变成了老高往期的模样 老高顿时汗毛倒数 可转头再看 崔小姐却好端端的坐在那里 老高以为眼花也没在意 随即上前准备将新娘的凤冠取下 可恐怖的怪事再次发生 新娘子的脑袋竟然消失不见 老高顿时被吓得欢飞魄散 撒腿就跑 这时他突然想到了那枚老道的嘱咐 于是立刻冒雨找来苦水灌珠 向他求助 老道无法 只得送他一道符咒 并告诉他 你只要从此诚心改过 不再伤及无辜 有此服保护 过了今晚 你定会安然无事 百怪不尽 老高听后连连答应 双手抱扶 诚心的跪拜祈祷起来 只是他终究是罪孽深重 怪事还是依然发生 转眼就见以白衣女鬼 欺面獠牙悄然而落 好在有道符护身 白衣女鬼最终化作一堆腐蚀 就在老高高松了一口气 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 一只惨白的手臂竟然凭空出现 狠狠的掐住他的脖子 老高顿时被吓得陷入癫瘫 挥舞着宝剑 不住的向四周空气乱砍 随后 吕吕自妻子头上掉落的长发 将他困得不能动弹 就在他即将崩溃之时 老高的妻子 凄惨无比的来到他的面前 抬手将头上的发粘扔给老高 随后转身消失不见 老高自知罪孽深重 不能够活 恍惚间 抬手拿起发粘刺向自己 最终被吕吕的黑发包裹 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故事到此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